嗯 哈喽 各位爱乐诗人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晚安 哦各种晚上好晚上好嗨 有沒有看到我 对对对 今天也是客家哥 你知道我之前前几集有找一个客家哥 嗨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 哇今天今天又要来客家 客家可以来简单的客家教学 这样子 那今天 真的也很难得这次很临时也算是这一两个礼拜啊 就真的很临时赶快 呃邀请了白董 然后我们因为平常啊就是呃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跟白董还蛮好的 然后他常常做一些呃吉他的介绍啊 还有包括他自己频道本身的一些 呃各种器材的一些介绍 然后同时白董其实他也是一位街头艺人 我们今天就要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哈哈哈 来你跟大家问好一下 他我是白董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频道那 诶这个是招牌诶这一句第一句下去是招牌诶 我还没讲完 诶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哈哈哈 不是不是没有重点是 诶如果诶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寻白董订阅一下 对一定要订阅一下 诶现在 有没有看到我那个打的叫做知名YouTuber 没有不知名 哈哈哈 哦他的频道成长的速度真的很快 从去年我去年 应该去年吗 二月 二月二月那时候我记得 我印象大概三四千还是五千 两千一百多 两千一百 啊因为你在经营的一定会特别的印象很深刻 等于是从我认识他认识白董的时候 从两千一百多现在已经飙到多少 三七三万七千五三万七千五 对这是一个多这个成长的幅度十几倍 很夸张很感谢大家支持 对那等于是说今天呃好好的呃来介绍一下白董 然后跟大家挖宝一下 嘖今天换我害羞了 你会紧张吗 会啊 你会紧张 对你不觉得跟平常的我不太一样 哈哈哈 诶有没有他在那个影片中的时候都很嗨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轻松一下 对轻松一点 等一下 大家好我是白董 哦我是芷珊 欢迎收看张三 你是彈吉他 诶 但张三应该是我讲诶 哦哦那我们再一次 大家好我是白董 我是芷珊 欢迎收看 芷珊 张三 李氏 弹吉他 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欢迎到我们的子三哥 耶 其实错评了吧 好错评了 对对对对 自带效果 今天其实真的很难得啊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说是翻外篇 哦说是翻外篇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呃我们之前的爱乐事 完全基本上是以音乐人为基准 那其实白董也算是另类的音乐人 对对对对 我是 呃我是帮助经济成长的那群人 哦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那等于是说 呃因为 因为其实啊我觉得 有时候认识他太久 我都差点忘记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YouTube的 对中指吗 这个频道 你当初怎么会想创这个频道 其实我当初 如果呃大家有去看我们比较早期的影片 好不好 你子三哥你如果有去看我们比较早期的影片 你会发现 呃我们其实一开始 并不是以介绍吉他为主 我们可能有一些 呃家庭啊 然后 小朋友的什么 送的玩具开箱啊 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做的目的 我们是想让大家来认识我们 我们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你看刚刚我跟子三哥坐在一起 你会发现我摆他很多 我比他摆 那其实我是一个身心障碍者 我们这个症状叫做白化症 那白化症顾名思义就是 呃我们没有黑色素 所以我们的头发啊 呃跟皮肤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子 白白的 那大家有没有看我现在戴墨镜 那也是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有打光哦 因为我之前在拍YouTube影片 有人说啊 我都没张开眼睛说你好没有礼貌哦 那其实我有张开 只是因为我很未光 眼睛真的是密成一条线而已 强光啦 这样子照其实对眼睛是伤害蛮大的 所以我们除了没有黑色素以外 我们的这个眼睛里面 我们也没有一层就是 那个保护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的外光 那那 然后视力状况也不好 哇塞 然后也不能晒太阳 所以非常娇贵 所以买的琴也是一样要很娇贵 没有啦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 就是做这频道一开始是想让大家来接触 然后来认识我们白化症 只是我还发现 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吉他类的影片 然后好像比较多人看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好像 好像吉他频道了 对啊 而且其实啊 你玩很多玩具对不对 你是说哪一种玩具 就是模型那一种啊 你想讲什么 哇塞 因为吉他对我们来说也是玩具啊 雪芬姐说今天客家一哥很腼腆 真的哦 没有害羞 你今天害羞 今天白总是走害羞路线 那等一下大家聊得多一点 他等一下就嗨三起来啦 对我就暴露原型这样 对因为平常 对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直播 对 平常影片都是剪接 你不知道私下的白总都在讲什么垃圾话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今天今天今天有没有突然觉得 好像现在 对不太熟悉 一开下去不能不能太随便讲话 但你要我我也是可以啦 可以啊可以你可以你可以 自自自然自然 自然自然 对我们稍微 对稍微讲一下今天 我们今天啊 既然讲番外篇 我觉得今天是要来找 音乐旅途上的一些不一样的精彩 那等于是说 我们从白董的白话镇这个去做一个切路 那因为我觉得其实讲真的 去认识一些玩音乐的人 他的旅途的背景 其实我觉得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来聊一下 哎真的很重要的是 你怎么会去拥有的第一把吉他好不好 我的吉他吗 其实嗯我的第一把不要讲第一把 我的第二把第三把都是人家送的 第二把第三把对一二三把都是人家送的 因为我们呃就是刚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家没有钱 然后我那时候在高中 因为我们高中很无聊 他们就是就是跟我们所有的学生讲说 啊你们在毕业之前你就要学一样乐器 啊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呃呃讲学校方便吗 可以啊可以啊 ok 我的母校没什么不好讲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怕你会care 不会啊不会 他他其实我们学我们的高中其实改变我很多很多 呃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呃白董我跟他聊天啊 因为我平常都会跟他聊天 对讲垃圾话 然后他从国小到国中的时候其实你是上一般人的学校 对对对 正就是一般我们正常上的国小啊 呃国中 国中 但是是什么原因会是家人的原因 觉得需要去这样的高中吗 呃因为其实我国小成绩还蛮好的 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有意思 但是我上国中了以后我就发现 呃以前我可能国小我不用看黑板 那么老师讲什么 我基本上我都可以吸收 可是到国中以后我们开始学英文啊 那英文大家也知道密密麻麻的 然后开始学什么几元几次方程式写在黑板上 其实我都看不到 然后其实变成说 呃我国小以前可能还可以前十名 然后我到国中以后我几乎都最后一名 因为看不到黑板 结果那时候打击很大 就就连坐第一排都看不到 我坐在讲台旁边都看不清楚 因为老师写的太小了 哇对 所以那所以所以是很影响学习啊 没有也影响我那时候的心态 因为那时候又是呃国中叛逆期 然后呃说实在的我像我们这种特殊生啊 其实比较容易遭到欺负啊 那这样这三年怎么度过啊 就是你等于是从国一就发现 就算做第一排都没办法 对对对学业都跟不上 然后加上呃国中的叛逆期 对自己的认同 然后其实又我们又不想被人家欺负 所以可以聊一下多叛逆 或者是你遇到一些 怎样的一些你觉得 真的你学习过程还蛮 就是我以前有多暴力 多暴力 没有因为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 假设因为我们这种特殊生 真的容易被可能有一些人 会用言语的歧视 言语的霸凌 那如果我们不想被霸凌 那我们只有一个途径了 就是比人家更凶悍 然后你又长这么高 对然后所以说 那个时候因为看不到黑板 已经自信心很受挫了 然后加上说又不想被人家欺负 所以我那时候 几乎是把自己武装起来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有同学说我偷了他的橡皮擦 呃我先跟大家讲哦 这件事不要学哦 就有人有人觉得 叔叔有练过 有人觉得我偷了他的橡皮擦 但其实我没有拿那个橡皮擦 我那时候很火我觉得 我就 我差点讲上话 我觉得 呃 我们会逼 我觉得就是被人家 无赖的感觉不好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偷他就是 下课还在跟班上同学讲 我就火大我就把椅子拿起来 从人家头上啃下去 那他还活着吗 诶 更更厉害的来了 我眼睛不好 我啃到旁边的同学 然后去医院缝好几针 然后我很不好意思 郭忠 郭忠 诶郭肖也是 诶那个人好碎 诶 诶国小我记得小二还小三 然后我们排入队 然后有人说 就是在前面讲说 啊白毛 啊白头发好笑 我就把他打到脑震荡 我想真的 诶我想问一个 我想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对 你国中打几个人 哈哈哈 国中哦 应该讲没没输过 没输过 没输过 诶我们真的是 其实我们我后来有想一想 呃 我后来有想一想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我我刚刚说 其实台中起民学校其实 哦我刚我刚讲了哈 啊没关系 我就读 厚礼的台中起民学校 这是一个特殊学校 因为那时候成绩不好 对我觉得你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样的学校你 什么环境 那个时候成绩不好 然后 学业当然也差 对不对 学业就成绩就是学业也差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 什么都不想学 那我我妈妈她觉得说 呃我这样子毕业啊 一定是无所事事 她说就算我去读一般学校 也不会有什么成就 所以她把我送到 呃厚礼的那个台中起民 她说至少我们可以学按摩 学个一技之长 然后未来不怕自己饿死 对然后到了起民学校以后 其实改变我蛮多的 就是呃到了起民学校我发现 我的势力状况虽然不好 但是我可能还可以看漫画 就是拿放大镜看漫画 然后要看电影 我至少可以做一二排 我还看得到电影 然后甚至我可以自己走路 可是在起民学校里面 很多学生都是完全看不到的 甚至有像海伦凯乐那样 看不到又听不到 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 她可能是多重障碍 她没有办法去就是思考 就是对 我们学校很多这样的学生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才知道一句话就是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就是其实我跟他们比 我还非常好 还是幸运的 我还是很幸运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好像 后来有遇到我国中学弟 然后他跟我聊一下 他后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学长我觉得你改变好多 就是以前看到你 改变很多 是不是看到你 吉他YouTuber吗 不是不是 他说以前看到我 每天都想跟人家打架 然后他说现在看到我很慈祥 这我学弟讲的不是我 对像像谁像谁 哈 安息教练 刚好 刚好很像安息教练的感觉 对对对 那是真的 台中奇名学校改变我很多了 真的 所以你的 好刚聊那么多背景啊 所以 吉他有没有改变你很多 吉他哦 还是还好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 学校为了什么什么 考音乐检定 然后就逼迫每个学生啊 就是音乐检定有哪哪几个乐器的选项之类的吗 他他只告诉你说你随便选一个乐器 只要 呃 要毕业前然后让你知道你会了 他就让你过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吹奏乐器 因为我有点洁癖 我觉得吹奏乐器会流很多口水 然后我个人不喜欢 个人 然后后来啊 刚好教室后面有一把 学长留给我们同学的吉他 我就拿那把吉他来练 然后第一把是我国中老师 给我的 我问一下 对拿出来练 对 怎么变 有人教吗 呃就是问同学啊 问同学 对 东问问西问问 哦 那因为 讲真的也不容易看 呃情格上你是容易看得到吗 绵绵强强 所以叫麻烦是看谱 对那你怎么学习 你拿了第一把吉他你怎么开始学 而且就开始跟大家一样 像C啊 MIF 这样硬按啊 这样硬学啊 所以是用边看的 还是跟你讲说 第几旋 第几格 也是边看 只是说我们看 我们可能是这样看 非常近了 第二格 你的所以你的视力大概是多少 0.1左右 0.1 所以 戴眼镜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矫正 没有办法 所以在视力上的矫正 还是会比一般人辛苦蛮多的 没办法矫正啊 对 嗯 真的没办法矫正 我大概是一般人视力的十二分之一 所以你那时候拿了第一把吉他 你说包括第二把第三把 都是人家送的 因为以前没有钱 那第一把第一把送了之后 怎么会有第二把第三把 人家发现你越弹越好了 不是不是 因为第一把那个国中 那个老师给我们的吉他就是 他没有trush rule 所以说他的那个变形了 哇那个选举 你没有办法想象 太高了 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有尺可以量 那个玄机至少有四 四 这是弓箭等级 但但我们 我们那时候没有钱 我们真的是硬练练的很辛苦 我相信一般人该 四压起来很很痛 应该是练到后来就放弃了 对 然后第二把 就人家看我的吉他这样子说 哇你这是弓箭还能弹吗 所以人家又送我一支 可是那一支 也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 小弓箭 不是不是 那个那个选举没问题 但是他的琴桥翻掉了 有点翻 有点翻 就是有点拉起来 然后再弹一阵子就爆了 哦就真的飞起来了 真的飞 然后所以才有第三把 第三把现在在我小姨子的 他们那个基隆的教会里面 贡献出去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很第三把就真的能用 他也是我拿 刚开始学 所以你到第三把大概 大概弹多久 第三把也弹一年多两年吧 就是前面的三把大概陪你 度过学吉他多多长的时间 一两年了 一两年 对所以那时候你 你弹吉他的心情是为了 应付学校毕业呢还是 刚好边应付也发现 越来越有兴趣 一边应付一边打发时间 因为我们时间很多 因为台中启明那些 因为大部分是特殊生 所以其实台中启明的学业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学业啊 我跟你讲很妙的 应该是说希望是学的是一技之长 而不是学业的 我刚刚说我 我国中三年都最后一名 我到台中启明学校 不太需要读书 我都几乎第一 有人说学的是少林的金刚掌 金刚指 没有啊那个是 金刚指 大力金刚指 我有看金庸小说 不要骗我 对对大力金刚指 真的要压很大力 而且又很 你那时候会觉得痛吗 你会觉得痛吗 你学习的过程会觉得 好痛苦不要再弹了 会啊会啊 会啊会啊 可是会痛啦 但是 就想说学了就学了 我觉得问一个 最常大家遇到的问题是 封闭和弦好痛苦 其实我封闭练很快 因为你有练大力金刚指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封闭我练蛮快的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 我四个月就可以完全封闭 那你算练很快 而且是民谣 不是练吉他 嗯 可是我那我前面进步的很快 然后我 到大学都没进步到现在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为什么我们刚刚聊那么多背景 因为白董的第一首歌曲 算是他 对 学习过程 还有他本身的一些经历 对 所以他想带来一首 这是齐琴的歌 齐琴的歌 也是蛮经典的三指法的歌曲啊 对 其实白董是一个街头艺人 那他在休息站 你可以讲哪个休息站吗 有啊 在休息站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白董的声音 对 所以我们今天 你之前有在网路上放你弹唱的影片吗 很少 很少 还是有放 我们唱的我们这个破猴嗓子唱起来不好听 我觉得我先讲 我觉得白董有老灵魂 有明歌 明歌的那个灵魂在 等一下可以听听看 对 好你大概可以带 我带来这个齐琴的外面的世界 这首歌也是有故事的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我们听听看 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会在这里 难心地等着你 每当夕阳熄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水艰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会在这里 耐心地等着你 每当夕阳牺牲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水蓝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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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水蓝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谢谢 所以这个时候要过去放五百块了 真的吗 紫三哥 小编帮我准备一个赞赏箱 紫三哥要投五百 所以这个算是 这个算是你在休息站的招牌歌曲 我觉得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因为我觉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投入第一分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当学生的时候 总觉得毕了业可以自己赚钱 然后觉得就是出社会后的世界 应该是多采多姿 就像里面说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可是当你真的出了社会以后 你就发现哇塞 真的精彩齁 超级精彩 他更多的是无奈 真的真的 然后这首歌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想把这首歌练好 我刚学吉他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 我的三指法 我去补校的 上他们的吉他课 去补校 因为我们学校有夜间部 然后去上他们的吉他课 然后 他们里面的那个老师 不是补校 好像是我们自己 学校请的老师 对我忘记了 另外一个老师 然后他那时候 就把弹指尖翻一翻 翻到这首歌 然后他就说 你看这首歌 弹这样子那么多音在里面 我们要怎么唱 然后我觉得 哦 好像蛮帅的哦 对对对 我就觉得他 因为那老师说 是他的话 他弹起来他没办法唱 因为弹的 大家如果有在玩弹唱的人 一定会知道 如果吉他越弹越复杂 其实唱歌越容易乱拍子 对对对 甚至是搭不起来 所以我们会越弹越简单 就会改一些方式 就是如果有时候 有些歌要练得快 可能有时候会简化一下 但如果要练到真的是完 完整的指法 那真的要花时间练 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那时候你大概 花多久时间练这首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有花时间 特别练这首歌 我等于上大学吉他 都快荒废了这样子 所以大学的时候 没有特别练吗 没有 就是我大学比较多 是在想办法 就是赚钱这样 所以主要你的 所以你的吉他主要是在高中的时候练起来 我几乎是 因为我高中 我记得 我刚刚不是有说我老师给我的第一把吉他 选举超高 我那时候是练到抱着他睡觉 代表你练得很认真 那个时候 后来 后来吉他 吉他都离我的床很远 就是每换一把 距离就越远 对 那 既然这样 初练总是最美 既然这样 怎么又让他靠近了 诶 这个就是社会上无奈的地方 因为毕了一夜 你要吃头肉啊 因为啊 我记得好像大三 快大四的时候 就是我高中的同学 然后就有问我说 你要不要打工 我说打什么工 他说你不是会弹吉他吗 我说我快忘了差不多了吧 他就说 那你可以来做做看街头艺人 然后打个工 你看你暑假寒假 你都没有在干什么啊 赚一点钱不是很好 然后觉得我听到赚钱两个字 哦 我说谈吉他可以赚钱哦 然后我就我就想说 就因为他推荐你去考台中街头艺人 那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街头艺人 没有没有那么像 后来那么齐全的 每个县市街头艺人 对 那你的街头艺人是 大学后才去考的 对啊对啊对 因为我记得我做街头艺人大概有十一年了 哇 哇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街头艺人你的那个准备的过程 哎就就有个就莫名其妙就就考上了 练哦街头艺人哦 因为我们台中的街头艺人考试就一首歌就过了这样 对那时候应该你的方 你们那时候应该也是 呃他就 评审委员在你面前 你大概就是一首歌的时间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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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 没有一首歌他 他一两分钟 给你三十秒到一分钟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组了 所以好像有七百多组吧 哇塞 我想说两天考七百多组 他可以停留给你多少时间 所以那时候也是 设备全部都带去 对 所以那时候你的 你现在的街头 你现在在休息站服务的那 对 音响设备就是你当初 考的设备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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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更简单一点 我中间至少换超过三十套以上吧 哦 哎 这个这个切入点很好 我是器材王 对 这个切入点很好 你 大家大家一定都很想问这件事情 对 你你怎么有办法那么多口口 去升级这么多设备 就是很简单啊 我觉得蛮简单 很简单 我怎么听起来很困难的感觉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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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哪里简单 就是我一开始 我是想要玩很多的吉他 就是 就是到大学毕业以后 你的前面三把 应该都还不是品牌琴哦 不是都没有品牌的 那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切入品牌 大学毕业的半年后 我那时候大学 刚毕业的前半年 我就把这半年 所有的工资全部都集中起来 然后我都跑到台北的 以前很知名的乐器行 我还记得我买了一把 Teller的814C 我价格都还记得 我买10万08千 然后我那时候 我还住苗栗 然后我做了举光号回苗栗 我记得车票97块 因为我办票 然后身上花掉这97块 我身上大概升1500 你差不多可以写传记的那种概念 那我就把所有 这半年前就 就只为了去买一把吉他 那时候怎么 那你怎么锁定这一把吉他的 没有那时候 这样子存 哇十万 八千是不是 十万零八千 我印象很深 哇 这个 这个算是 就算是有上班族 都要存一段时间 我存半年啊 因为那时候又没有小孩子要养 就自己一个人 然后 有啊那时候有前女友啊 哦 是不是 那时候应该有了吧 那时候应该已经跟你 现在的老婆 对对对 其实我那时候就结婚了 所以 我那时候算很不负责了 真的假的 你那么早就结婚 我大二就结婚了 因为我是先出社会工作 然后才去读大学 因为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哦 我跟我太太 就我前女友 我们两个读大学 没有花家里任何一毛钱 包含 学费 生活费跟住宿费 所以我们是先工作再去读大学的 所以 现在 呃观众朋友们 白董很正常 而且 非常正常 我非常不正常 希望大家继续把我当个正常的 不要再同情他了 没有继续同情我 拜托 让我买电影 可以做前三排 然后办票 哈哈 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白董 呃其实这一次会想邀请白董 我觉得是 我觉得你会让很多一般人改观 真的吗 就我的意思是说 原来其实 我们想的那些弱势团体 其实还是可以拼出一片天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刚刚有说我们做频道处想认识 让大家来认识我们白化症 其实 因为我有有一个有一个经验有一次 我带我太太去做参见 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呃 我们有一个妈妈 前两天也是生一个小孩 然后可能跟你们一样也是白化症 她说那妈妈在医院里哭了三天 她说哭到都没眼泪 然后就希望说我们能去能够去跟这个妈妈聊一下 因为那医生看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憨憨憨的啊 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开心这样 好像都没有被白化症给影响 不会啊因为生活是自己的啊 白化就白化 不然你能怎么样 没有没有很多事情 对啊对啊 只能面对要不然你能怎么样 你来顺受吗 对对发生就就让他发生啊 怕什么 所以你真的有去安慰那个夫 那个 稍微有跟他聊一下 我就好像我那时候我跟他妈妈讲说 你又说我买了很多把吉他 哈哈哈 我跟我跟那个妈妈聊说 你一样小孩以后还是可以很有钱 不是 哈哈哈 我跟那个妈妈讲 因为他其实很担心 因为像我妈妈 呃生我们生我这样子 他压力很大 然后 他也是会担心说 因为大家的眼光会聚焦说 对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 呃你看哦 我们一般人再怎样 再怎么样 呃都 呃 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好 就是再怎样都会随便有一个工作 可是他说像我眼睛不好 那 呃开车类的工作我全部都不行 文书类的工作我全部都不行 然后我不能晒太阳 所以什么 呃要在太阳底下搬东西的 我全部也都不行 所以他其实我 像我妈妈她就会很烦恼说 我这样的小朋友以后要怎么办 可以在冷气房里面啊 呃 没有做办公司就要用电脑那也需要用眼睛啊 所以 我 我其实那时候是跟那个妈妈讲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跟我妈妈一样 类似担心说这样的小朋友 要怎么让他成长 那他以后工作怎么办 我觉得我那时候跟他妈妈聊说 哎 姐姐你不用担心啊 你看我跟我太太 就是我们那时候才二十六七岁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姐姐你不用担心啊 就是你像我 我也是靠自己 然后我可能二十多岁 我也是自己买房子 对 然后我还帮我妈妈还掉一些 呃信用卡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然后我说你也不用担心啊 我说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片天啊 只要 他肯努力就好啊 嗯 我觉得 我觉得你偏离我的问题哦 什么问题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所以问题是说 你怎么赚到口口的 哈哈哈哈 但是刚刚那一段故事很励志啦 对 但是你怎么 做频道 没有 就是因为想尽办法 到底是怎么 怎么拼出来的 因为我是社会学系 我读社会学的 然后 然后我们算社工啦 然后 我知道我是一个被资本主义 严重绑架的一个人 对 所以赚钱赚钱赚钱 赚钱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我很喜欢 因为我毕业这个吉他 我变成我街头艺人 我靠吉他生活 然后我后来发现 好的器材对我们收入有帮助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想 就是开始一直买吉他 可是我买了吉他以后 我就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我没有那么多钱买吉他啊 你懂我意思吗 那什么把它变出来的 因为我会发现我每次买 我要再买新的 我可能要把我原本的卖掉 然后每卖一支我就赔一点钱 每卖一支我就赔一点钱 我说哇这样子 整个家里都被我赔光了 我看 虽然我们家也没什么钱 可以给我赔啦 但意思 我后来我就反 我就 我就转一个念 我说哦那这样子 我们就来卖吉他吧 那到底是 哇 所以啊 我想到就是 那时候我跟白董聊 就是 其实就是 在买卖的那个过程 对 还有在 呃玩吉他的那个过程 还有玩设备的过程 反而在训练自己的眼光跟专业度 对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 我想把每个品牌都 尽量都玩过 我说的玩过 不是去乐器行 试那20分钟 那叫玩过 因为我觉得 你在乐器行试琴 试那20分钟 你不能说这把吉他怎么样 应该是说 那个那 试琴的方式 那可以算是叫体验 对那只能叫体验 因为 呃我们乐器行试到的琴 你也不知道他的弦的寿命 到了没有 你也不知道这间乐器行 湿度控制的怎么样 所以我我个人我会喜欢买回去 把琴重新换过弦整理过 厨师两天 然后再弹一两个礼拜 我就可以知道这把琴的特性 反正我就为了玩这些 我后来就是变成 直接来卖吉他 然后我就训练我自己的眼光 那我会去 呃我就会多认识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有一些琴 然后状况还不错 那我就会跟他们收 然后诶我整理一下 把弄的 呃漂漂亮亮的 然后呢 我玩一阵子 我再可能再把他转手出去这样 然后这样子 我渐渐就可以玩到很多很多很多 有点像是一个二手买卖的玩家 对对对 从收藏家 从自己喜欢 开始变收藏家之后 变成是一个 买卖的一个玩家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很习惯把我会的东西 都变成有点半职业这样 对 哇塞 所以所以 所以包括玩具吗 我跟你讲 玩具 说到玩具我就厉害了 哈哈 来来玩具 来来我跟大家臭屁一下 我国二吧 我一个暑假可以赚三十万块 哈哈哈哈 三四万 三三万或四万一个暑假 那一个月 三十万下 一个月 一个月可以赚三四万 哇塞 卖玩具 因为我那时候 我在2001年 2002年 我那时候国中嘛 然后那时候 拍卖开始盛行 你还记得说 开始网路了 对他说什么都有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所以你从那时候开始 亚呼 所以你从那时候 就开始在做 网路的拍卖了 没有 因为一开始我就想说 我以前有收集一个叫 SD钢弹BB战士 然后有一些号码 我想要得到 可是我去玩具店 怎么问 请老板娘帮我订 都没有 然后那时候 我看到网路广告 然后刚刚我哥有电脑 我就去搜寻网拍 我就发现 哎有哎 然后我就问我妈妈要怎么买 然后买了几次以后 我一样 我那时候就好像转念说 哎 那我可不可以卖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开始来问我妈妈说 我要怎么知道 人家有汇钱给我 我要怎么把货寄给人家 然后我就开始卖玩具了 然后我记得 我国中每到假日 我都会 去海边 哈哈 没事 然后 就是去找玩具店 然后我会找到一些 哎 比较珍贵有增值过的 然后我可能在网路上卖 来赚钱这样 其实讲 刚刚那个听的过程 反而就是 因为想要再继续往下拥有 而先把这个整理过后 就用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训练自己的眼光啦 对 对等于是说靠这个方式来 发现这样的方式是可以 就是我可以同时拥有过他 然后呢他 他可能多少可以让我赚一点点钱 或者是不赔 然后就莫名其妙背后的那一面墙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真的 我跟你讲我买过吉他真的多到 我自己都有吓到 哈哈 我们很多人都吓到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我跟你分享 那个 我举例一个品牌齁 Taylor Taylor我除了他们后来出的那个 学院风系列 什么A12 A10那个系列 跟Taylor的E系列 没买过以外其他的 Baby GS 23456789 KPS BTO 我全部都买过 而且都不止一只 我跟你讲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觉得啊 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不要去 一直去往坏处去想 因为你看哦 白董他就不会一直去想说 啊我势力不好这件事情 对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记忆力 强到有点夸张 怎么没办法啊 他他街头一人表演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看谱的嘛 我也想看 看不到 对就是想看但是很辛苦 就利用记忆 去把它练习而背出来 对 然后进而衍生到 各种品牌 玩到型号 你都记起来 记得 而且 呃超过八系列以上的 我可能每一只都几乎可以买超过三四只或十几只 我记得光八系列我买十几只有 而且我甚至会为了做实验 然后我去 我去店家里面同时买两把 Taylor 回来做实验 很酷哦 就是为了去测试一下 诶这样子两把 因为 声音到底做了什么变化 因为像我们 我们的我们是社会科学 然后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讲一句一句话说 别人说的话你都要怀疑 包含我都一样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有常常看到一些吉他的资讯 然后或者是什么设备的资讯 我都会先怀疑说他们讲的数是真的 所以我都会直接买来测试 好狂哦 可以直接用买来测试 所以 这也是他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 多逛乐器行也是一种 那只是说 当然买回去 我觉得那个测试 我觉得买回去会比较好 因为你多逛 你有时候真的 你常常去试不买 其实我觉得不太礼貌 其实有一点像 在玩电吉他的朋友们 一定最常就是玩效果器 对 你在乐器行那边试 真的买回家 跟自己的设备组合起来 因为那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有可能有线路上的问题 对 可能音色上的问题 像如果你要玩 玩在家里接音箱要好听 就像玩HIFI一样 搞不好你先改BX 真的真的听得出来他很专业 就是改BX 你们可以去买医疗级BX 最便宜的好像六七百 就把你们家的插座 先换成医疗级的BX 你就会发现声音变得相对干净 而且变得更早 所以刚聊了那么多 你们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这次HIRS 会跟白董 讨论出这一把 你要不要聊一下 你要不要聊一下 当初我跟你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讨论 这是我跟子三哥爱的结晶 哈哈哈 这样听起来有点有点有点曖昧 对其实我们的关系不明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啊那时候真的在找 真的在找白董的时候啊 因为真的跟他聊了大概那时候认识半年多 他发现他其实对于 BIDING 护边线 口轮圈也好 PERFECTING的面花线 还有包括面板跟 側背板的声音的组合 包括 呃 一些声音的美感等等 其实我觉得他买过太多琴了 对我觉得他比消费者还消费者 我他算是消费者王 我应该随便买过的吉他啦 我觉得应该五六百把有 哈哈 五六百把 我我前几天你知道吗 我前几天我前几天有细算过 我光的我光买的品牌 就是买过的品牌大概有六七十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对然后像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像Taylor应该买五六十把有 然后Martin应该也有 十几把快二十把 然后Gibbson也大概有十把 然后其他零零钟的 YAMAHA也买超多的 后来AIRS买很多 哦谢谢谢谢 谢谢白桶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谢谢 对对对对对对 聊回来本身这把琴 你那时候 有没有怎么样的发想 跟你觉得 你看到了哪一些 那些品牌或者是你觉得怎么样的 太阳流住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有讨论大家做到 琴桥啊或者是琴头啊 我那时候记得说做琴头 我说哇靠变无可利利了大哥 哈哈哈 就很像很像坊间有看到一些品牌 他会用在对夏威夷吉他 所以他会把太阳做在那个 后来我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做在 11到13格上面 其实也蛮多品牌会在这个位置去琢磨 对然后那时候我跟紫三哥说 中间太空了 那我们不如 把我们的这个AIRS就是成长的 就是一开始那个年份 直接把它做在这边 1996 1996年 因为他其实稍微讲一下就是 小太阳对于AIRS来讲算是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精神象征啊 那这一把啊 非洲桃花心目的那个小太阳啊 因为我们想保留他的精神就是 走CP值这一件事情 那但是 呃我们总不能停留在路门嘛 那所以我跟白总就想 欸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 玫瑰木的版本 让更多想进阶的朋友们 可以拥有 一把还不错 但价钱又不高的吉他 就是可以负担的起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说服子三哥要做一把 十万左右的玫瑰木小太阳 我先说服他两个月 他在讨论所要做 没有 因为中间 因为工厂端 还有品牌端 一定会考虑 很多不一样的因素 尤其是成本啊 因为真的 之前AIRS做的玫瑰木吉他 真的一把大概是五万六万 对啊 应该是说 有为了 呃又要 保留到外形 声音 手感 那再加上我们的 本身的手工比例 比较高的情况下 对 要考虑的因素 还有包括市场的变动 对啊 因为这几年市场变动 其实很快 对 所以等于是说 因为白董 每年都 在吉他市场上 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 不不不 是花了很多钱 在买吉他上面 我把它美化一下 所以 而且你看我 已经买到极致了 你知道吗 我买到我前女友都不会骂我了 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哈哈 直接开一间店 哈哈哈哈 哇 哎 有人说想听歌了 他可能觉得我们讲太多了 对啊 哈哈 其实好吧 我今天什么歌都没准备 就 也不是没准备 应该是说你每个礼拜 都在唱 弹唱是你的日常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唱 哈哈哈 没关系我们今天 还是给我们观众朋友 还是一点 音乐的感受 好不好 你要先来 先先 我今天呢 刚刚我们有讲说 考街头艺人 对不对 我今天来分享一下 我那时候考泰中街头艺人用的一首歌 好我们来听听看 对 我可以换吉他吗 来来来 我来跟他介绍一下我的吉他 来来来来 你的 你的神情啊 我真的是爱乐诗人哦 来 对为什么讲爱乐诗人呢 他真的很够资格 AIRS目前最贵的costom吉他 就是我手上这一把 哈哈哈 可以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最贵你知道吗 因为一把吉他啊 他最容易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木头 木头就是声音的灵魂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 木头固然重要 可是谁做的也很重要 对我 对木头 再来就是声音 对谁做的也很重要 技术的 技术 怎么架构 怎么制作出这一把琴的 所以再加上 还有一些客制化这件事情 所构成这把独一无二的原因 因为 像我 我刚刚不是有说 我前几天 就跟我前女友 跟我太太 我再算我到底买过多少吉他 他其实脸都绿了你知道吗 他说原来你真的买那么多 但是 拥有过这么多吉他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拿过这么多吉他 可是我觉得 不会有一把真的属于我自己的吉他 所以我就跟AIRS 然后来克制这一把 真的是属于我自己的吉他 对我们光讨论可能有 讨论一个月 可能有哦 这把对 而且那时候我说我要定制的时候 只三个月我在开玩笑 直到 直到我把定金十万块丢在他桌上的时候 然后说我要定 他就 真的很嚣张 哎 我跟你讲不夸张哦 大部分都是转账 有没有 他带现金 我带现金 所以我那时候 哦好是认真的 好那我们好好的讨论 我我我我讲话像开玩笑 但我做事的话算认真 对 这这是这是 这是我真的重新认识你的一个 对 就你讲 因为你讲话听起来很夸张 直三哥 有一阵子跟我讲 就有前一阵子 好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他跟我讲说 其实我刚认识你的 我觉得你是个好小王 哈哈哈哈 他说 哇什么都做得这么夸张 因为有点不相信他讲的话是真的还假的 对 但是每一次他讲的话 哎 过一个时间又见验证出来 对我跟直三哥说他卡斯城 他说 怎么可能我就我就付现金 我说哎三哥 我觉得哎你们现在进步的这么多 要让人家知道 我们去你工厂拍 他也觉得我们在讲讲而已 然后直到好像过两个过了一个月 哎三哥你们机票弄好了没 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是讲讲 因为他有特别跟我讲 他非常怕怕坐飞机 我是真的很怕坐飞机 所以我想说哎 这坐飞机到越南也要三个半四个小时 对 算是也算是中途啦 也不算长途 就中途的一个中距离的一个飞行时间 所以他想说哇 想说是有多怕 哎真的坐了飞机 真的发现你很怕 很怕 很怕 只三个都不怕 然后在要去的时候 那我就跟他讲 做飞机好恐怖 做飞机好恐怖 然后甚至我坐上飞机的时候 要起飞 我都是眼睛闭着紧握着椅子 好啦好啦 那我们先稍微听一下你唱歌好不好 好我带来这一首歌是 一首也是一个声障歌手的歌曲 嘿大家应该会觉得是你是我的眼 不是 好我为大家带来这个政治化的歌曲 水手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 作曲 李宗盛 古舍的沙 吹通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责骂 母亲的哭泣 永远难忘记 年少的我 喜欢一个人在海边 卷起枯光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另一个世界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弱不尽风脑中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会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 渐渐忽热的父亲母亲那故乡的消息 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习 说着言不由衷地画戴着为善的面具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 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地空虚 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 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寻寻觅觅觅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 都市的柏油路太阴猜不出足迹 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 那一面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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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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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干泪不要问 謝謝 哇塞 我剛剛有一種啊 覺得是不是來到民歌西餐廳的感覺 對對對 好奇問一下 就是 我先承認我剛剛忘記歌詞對不起 因為我們今天下午一直在聊 某個忘記歌詞的事情 然後一直在被拉拉拉拉拉拉 然後穿在那邊拉拉拉 所以真的 哇靠 很多歌都上背的也太 真的很辛苦 政治化的歌曲 他的歌詞算每一段都不一樣 因為他就 他比較像是敘事 講一件事情 故事性的 就有點像那個 黃書俊老師的戀愛症候群一樣 更多字 980 戀愛症候群 等一下可以當個uncle 沒有我大概只會一句吧 關於 戀愛症候群 是這樣嗎 症候群的 耶 算了我忘記了 哭泣 欸 我我我看到 有人想問啊 對 白董你幾歲 我跟子三哥一模一樣大 喔呦 我們差一個多月 喔呦 有人知道我幾歲 有人 大家現在開放猜一下 想不想知道子三哥幾歲 我跟子三哥其實差不多大 我差點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有準備禮物 喔 對不對 我都差點忘記了 欸 恭喜你 謝謝 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幫我特寫一下 幫我特寫一下 來來來 好 等一下再特寫 等一下再特寫 好 好這一次真的欸 蠻蠻開心 恭喜你真的 開了小白兔工作室 對對對 剛開幕差不多 你什麼時候開幕的 等7月10號左右 7月10號 所以現在等於是開幕了 呃 三個禮拜 對對對 差不多三個禮拜 然後就開始修店 蛤 開始修店 沒有沒有因為今天 今天沒開來這邊就修店了 今天休息啦 休息休息 對對對 就是呃有特別 喔稍微做了一下那個 杯墊 對對對 那這個是我們請這個 AIRS 就是請子三哥來幫我們做的這個 我們工作室的杯墊 幫我們帶工作一下 很漂亮很可愛 這個全單版的杯墊喔 就做就印了那個小白兔的一個 工作室對 音樂工作室 我們那個白董我們剛剛 剛聊那麼多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仔細聽 喔 來先出一個簡單的題目給大家好不好 然後我 我就會說一二三請搶答這樣 你出一個題目 我就說一二三請搶答 隨便講一個嗎 隨便講一個 就講最好是講剛剛有講過的東西啊 大家剛剛看直播可能會比較知道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國中都第幾名 好 一二三請搶答 一二三請搶答 你說國中 國中 國中 對三年都第幾名 三年都第幾名 厲害吧 真的蠻厲害的 欸剛剛如果一開始 有聽 這要一開始有聽啊 那這會不會太難 有人回答嗎 我等一下看看啊 我看一下 現在還沒有人回答 我們會delay一下下 我看看有沒有人回答 還是說他們其實不太想要這個杯墊 我有點難過 欸 有人回答出來了 誰 最後一名 對 謝謝大家 來送給你 這個 欸有人打第一名欸 要倒數啦 其實大家都很客氣 大家都打最後 沒有他沒有特別打最後一名 不會不會不會 好大家有些打第一 我們那個時候最後 可是那個是學業啊 我們出社會努力不要最後就好了 對 其實欸這一句其實很中肯啦 就是 對對對 不要因為 學業當初學生時期的學業成績 影響到你後面的人士 其實後面還很精彩 學業它是一個部分 當然能念好書很好啦 很好啊 很好但是 沒有念好書那又怎樣 我自己覺得我應該是可以念好書啦 但真的是卡在眼睛 這是視力的問題 因為好像 我記得跟你講很好玩的故事 我們大學上統計學 你媽好像有在線上喔 真的喔沒有沒關係啊 就是 我大學有上統計學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問老師一個問題 說欸老師那個公司為什麼你要說像 往回帶 就那老師 直接就當著全班來電跟我講說 來我們來複習一下高中數學 然後一下課我就走過去跟老師 欸老師不好意思我高中沒有數學 但是 但是 我統計 我那一個科目的統計 我們全班很多都被當掉 我的平均是幾乎90 8塊90分 統計學 但是我高中是沒數學的 我國中也沒數學 那我問一下 你 你因為視力的關係 國中 學業成績不理想 那 那大學又怎麼 突然OK咧 嗯 我跟你講 這就是現實所逼啊 要 要獎學金來 來付那個 住宿費 喔 所以我只能去拼獎學金 而且我英文超爛 我跟你講 我大一大二平均都是80分而已 剛好過 因為 那80分 聽起來很OK啊 不會不會 因為被英文拉掉了 然後問我的英文 那個 連那個老師直接害討 你知道嗎 他覺得這個真的沒救了 然後 直接害討 但是 我大三大四 我跟你講 我沒有英文 我平均都是90幾 對前提是沒有英文的話 對前提是沒有英文 不是不是 那 那其他的科目 視力就沒有問題嗎 沒有因為被視力的話 大學比較不是像高中這樣子 那麼多算是 因為我們讀的是社會科學 所以 他們講的事情 我們只要理解就好 哦 比較理解類的 比較理解類的 就比方說我們自己是屬於在哪個階級啊 什麼玻璃天花板啊 我們如何突破困境 跟一些階級流動 在講這些東西 所以算是因為不太一樣的東西啦 那等於是說 都要靠理解性的去 對 所以就真的是 除了英文還是需要視力這一點 比較沒辦法 因為可能大家看英文是 可能五個英文字 六個英文字 拼成一個單字 那 我們是 我看他就是一串亂碼 對 我看他就是一串亂碼 因為這樣真的太難讀了 這沒辦法 對 你看我看漫畫都要拿八倍的放大鏡再看 是真的喔 我去他家在 他在看模型的時候 他是拿放大鏡在看的 在玩 玩那個組裝嗎 對在組裝模型 人家是拿顯微鏡 他是拿放大鏡 不過顯微鏡是看細胞 然後我是拿放大鏡看漫畫 所以 其實要看還是有辦法 就是想辦法 我們就想辦法就好 我後來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可能 沒有辦法像一般人那麼強 但是 有一些輔具可以讓我們來完成 我覺得就好了 對 剛剛都沒有聊到 這一把你的客製琴 對 我們杯墊還有兩個 要怎麼辦 還有兩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聊完 等你 你等一下還會唱嗎 但等一下我們等唱完的時候 Andy的時候最後再送 來送兩遍 喔 好不好 好 來 我自己稍微移動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欸 看得清楚嗎 大概看一下那個輪廓 大概看一下輪廓 好 歡迎大家在台中 如果想要來 小白兔 想要來看AIRS吉他 可以到我們小白兔 音樂工作室 我們小太陽系列 全系列展示業 欸 志明老師說他要欸 他說他要悲電 王志平老師嗎 王志明老師 志明老師 高雄的志明老師 好那志明老師 我再請AIRS幫做一片 然後我寄給你 欸為什麼我不是從你那邊最近 很 很壞很壞 好啦 那我們 聊一下 所以 呃 比如說 我們來稍微聊一下 你現在是 有一點不一樣是 你現在 變成 比算是比較紅的 吉他類的YouTuber 沒有沒有 我不算紅 那你的 你有沒有在路上遇到你的粉絲過 就 啊拜託 很開心的 我覺得有遇到是因為我真的很好認 真的太白了 而且我跟你講 我去我們家附近的那個餐廳吃飯 呃 其實我可能 要簽名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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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再跟你講說 我記得才上個月去一次 然後我第二個月去 然後那個 那個副理 他們就跟我講說 就結帳的時候那個 店經理還副理 就跟我講說啊 你們常來幫你直接打八五折 然後我就跟我簽名 我說哇靠 我們不是上個月才來嗎 就是我們真的好認啊 對 太有太記憶點太深了啦 對對對 你看就認得出來 你看到一尊白色的 然後又很螳螂大物 一尊 一尊 然後啊這就是那 好白懂 哈哈哈哈 所以那那 有遇到粉絲就很嗨了嗎 也就是 哎 啊我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去機場了是不是 哎 啊 有一個韓國人 哎那我遇到你兩次 我跟你在一起 那個約出去兩次兩次都有 對 對對對 我跟你出去兩次啊 對都遇到過 有有遇到過他的粉絲 一次在苗栗的火車站對不對 對然後一次在 苗栗火車站 凌晨五點的桃園機場 那一次我們去 我們去 越南 對啊我們去越南 然後好像 還對方還是韓國 哎韓國人嗎 對韓國 韓國朋友 對哇超級妙的 哎你的你的粉絲 無遠佛界 對主要也是好認啊 對 對啊其實是你的頻道啊 真的哎 那個 來自馬來西亞的愛 也有人說哎 我在馬來西亞有看你的頻道 謝謝謝謝謝謝 包括新加坡啊 真的真的真的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好多地方 就是不嫌棄看一個白胖子在那邊亂講話 哈哈哈哈 你的你的大陸粉絲一定也超級多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很厲害 對啊所以我覺得 等於是說 你已經在 呃 這個領域算是吉他介紹的領域 算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我覺得就是兩個字好認啊 對 好認 主要是好認 因為你真的也 玩了蠻多的 對 是器材也好 設備也好 等於是說 除了你自己玩的開心之外 對 你想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嗯 而且講真的啦 真的 這一類在 華語的世界 好少人去做 開箱 這件事情 好 對我覺得這一點真的蠻特別 其實國外很多頻道 對 都有在做一些 開箱分享 品牌的開箱啊 或者是一些測 評測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測試 因為我們真的比較剛好是我們一直買一直買 所以我們才可以一直看一直開 對啊 所以這這一點其實等於是說幫助了消費者很多的情友 一些 我覺得 嗯 很多品牌其實不錯 只是說 呃大家可能不認識 我舉例 我舉例 比方說 嗯 很多人不認識AIRS啊 很棒啊 哈哈 所以我們靠你發揚光大 我大家可以去後台領500嗎 可以可以 後台 那黃老闆那個 哈哈哈哈 所以等於是說其實很多人都是因為你的介紹 除了 剛好也認識了白化症 也認識了吉他 也認識了一堆很多的品牌 跟一些器材的測試 對對對 那也透過頻道認識一些不錯的朋友啊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YouTube也很多人在底下一些留言 你通常都有看嗎 通常 我幾乎都會看 幾乎都 啊 我知道你有一個習慣就是 基本上有人留言 我都看 都會有一個簡易的一個互動 就按讚也好啊 沒有 後來 後來就 太多了 後來有一些比較有點 帶攻擊意味的 然後我就是直接 就是 已讀不回這樣 但他不知道我已讀了啦 嗯嗯嗯嗯 因為畢竟啊網路上 形形色色嘛 那我覺得網路上還是需要多一點鼓勵啦 因為 做一個YouTuber應該 不簡單齁 不容易啊 我今天才跟子三哥下午才跟他聊啊 我說 我做這個頻道兩年多嘛 那 我大概賠了一百多萬 哈哈哈哈哈 我大概是這樣 他這樣笑一下 但是 欸真的 那因為畢竟 欸YouTuber一個月才給我五千塊而已 你怎麼會有這個決心做 你我稍微聊一下 你怎麼有真的 都因為 投入下去 跟真的決心去做這一件事情 還是不簡單嗎 因為我做我的出發點就是 我想說 一開始本來就是賠錢 因為我想說 我就是想希望 透過頻道 讓大家認識白化症 甚至讓大家知道說 身心障礙並不會說 因為他本身的障礙 然後過得 很哀天哀地這樣子 靠北靠物 是不是這樣講 就是 很自卑啊 很惆悵啊 很憂鬱啊 我們希望說表達比較正面 然後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其實很開朗還不錯這樣 所以我們就覺得 賠了就算了 哇 這麼樂觀 對 當後來發現真的賠太多了 好 但是我覺得 白董也是 其實也是 深受很多 樂器行 的信賴 所以就因為 畢竟 畢竟真的 不多人在做這種影片測試 其實 還是需要一個有專業的程度 還有一些經驗的人 因為我們有去拍樂器行嗎 就是那個樂器哪裡嗎 因為我發現 頻道很多系列 很多消費者 其實現在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不太敢去樂器行買東西 嗯 也是怕一些消費的糾紛啊 或者是一些 當然我們知道有一些 樂器行真的 少部分真的是 不太OK啦 但是 絕大部分的樂器行 現在越來越專業了啦 對 都非常好 而且目擊他這個領域 其實現在樂器行 反而越做越專 對 包括裝實音器啊 裝實音器啊 各種品牌的測試啊 或者是一些配件 等等 那算是 呃 專業度越來越高 對 好 好啦 那又聊了一下了 要不要再帶來一下 好那 哈哈哈 欸 他今天一直跟我說 他很緊張 你真的緊張嗎 你身經百戰 你街頭一人 你剛剛講十一年了 我很緊張 可是直播沒有啊 我記得我之前直播 只有哪來罵人的 哈哈哈 所以 受館長影響 所以基本上 你 你這算第一次直播演出嗎 也算 也算 對啊 所以我其實蠻緊張的 然後又要跟這個帥氣的子三哥同台 我就害怕了 哇 說得好說得好 好啦那我們先 來吧 我們的 再給我們 朋友們再帶來一首歌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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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一次 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有僵直性幾支援 其實做蠻久的 我其實不太舒服 所以是有原因的 對對對 沒有啦 是真的啦 因為我 大家看到我後面就比較 一直有在動這樣 太多的一片天 是難得的一片天 曾經在滿天的星光下 著夢的少年 不知道天多高 不知道它還多遠 卻發誓要帶你遠走到海角天邊 浮浮舍人的誓言 年少輕狂的我 在黑暗中迷思在發現自己的脆弱 看著你哭紅的眼睛 像著遠離的家門 滿天的星星請我點讚希望的燈火 清醒點燈照亮我的家門 讓你濕的孩子找到來時的路 清醒點燈照亮我的虔誠 用一點光顧男孩子的心 現在的一片天 是骯髒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裡 再也看不見 天其實並不高 還其實也不遠 人心其實比天高 比海更遙遠 學會偏論的謊言 追逐迷力的我 在現實中迷思在發現自己的脆弱 看著你哭紅的眼睛 像著遠離的家門 遠方的星星請我點讚希望的燈火 星星點燈照亮我的家門 讓迷失的孩子找到來時的路 星星點燈照亮我的虔誠 用一點光顧男孩子的心 作詞 付消息 之間 都市的霓虹 都不再閃爍 天邊有顆 模糊的星光 偷偷彈出了頭 是你的眼神 依舊在遠方 為我在守候 星星點燈 照亮我的家門 讓迷失的孩子 找到來世的路 星星點燈 照亮我的虔誠 用一點掛 我男孩子的心 星星點燈 照亮我的家門 讓迷失的孩子 找到來世的路 星星點燈 照亮我的虔誠 用一點掛 我男孩子的心 星星點燈 照亮我的虔誠 謝謝 星星點燈 照亮我的虔誠 哇塞 對 都是老人的老歌 哇塞 我問一下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現在會開始蠕動 其实我不能 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蛮不舒服的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强光 其实也照了 主要是你们的椅子太硬 不好坐 嫌我们的椅子不好 没有啦因为我有僵直性脊椎炎 太硬的椅子 其实我坐久了 我整个脊椎就会不太舒服 所以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你可能会看到一只蠕动的胖子 刚刚有人说 白董是个榜样 什么榜样 肥胖不是啊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 刚刚也有人说 你的故事其实很励志 其实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要邀请白董来 也为什么说今天是翻外篇 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想玩音乐 但是我们其实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一般正常 就是所谓是 没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些事情 所影响到你学习 但是有时候反而就是因为正常 所以反而就不会那么 因为太习惯拥有了 所以不一定会很珍惜 但是白董的例子是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些学习的过程 其实等于是说 一直努力的去克服 包括不管是经济上的压力也好 或者是学习过程的一些不顺畅不容易 或者是受到别人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眼光也好 对啊 对啊 等于是说其实是因为这些缘故让你学吉他的路 还有一些过程我觉得更加的坚定 然后再加上你本来就是 不畏惧这一些眼光啦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好就做自己啊 但我们讲做自己不是随便要怎么样都可以 就是 可以尽量往好一点的方向 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好 那我们很快速的我们再来最后个两题好不好 我们把杯垫送出去 好不好 要赶快让白董休息一下真的 辛苦辛苦来 想想一下什么简单的两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大家 杯垫哦 可以问难一点的问题吗 来 你问难一点 就是我帮忙A A20一起设计的吉他 型号叫做什么名 什么型号 好 123请抢答 有两个型号都可以啊 对都可以 外号也可以 外号也可以 我取的外号 我们爱乐诗人的系列 一直出现的吉他 一直出现的吉他 好 一直出现的吉他 我们称他 那是什么 你是问什么型号 型号都可以 型号或者是外号都可以 好 对 我这算专业 这因为这一来 要平常有在看你的频道介绍 对对对对 对 对 有人回答出来了 没太阳 哪个没哪个没 没有的没 可以 真的是你的粉丝 因为你真的是讲没有太阳 因为面板上没有那颗太阳 哈哈 恭喜恭喜 恭喜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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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他们在留言其实我也看不到 其实他现在是看不到 所以我现在要确定一下大家留言 然后跟白东讲一下 因为因为那个 我们下午在开练 那个试机器的时候 纸上盖都被问 你看得到吗 嗯 这样看得到吗 嗯 对 因为我要确定 我说大哥你不要再问了 我都看不到 因为我要确定一下 你你在直播的状态 可以看到多少的画面 我现在大概 都看不到 哈哈哈哈 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monitor 然后白白黄黄的 没了 哇塞 还有蓝蓝 对 真的很辛苦 好 那我们最后一题好不好 最难的给他吹下去 真的 你的粉丝 你属于你的粉丝的那种题目 我自己粉丝的题目 对 看你频道的题目 看我频道题目好难哦 很难 对 你是最有梗的梗王 没有没有 你是梗王 我本来有想好一个题目 来啊 我想问大家 我跟子三哥差几岁 哈哈哈 都不很烂了 差几岁你有讲吗 有啊有啊 你有讲 一开始吧 有吧 再下一个啦 下一个 好啦 我想问一下 我一开始做频道 我是想为了分享什么 三个字 好 一二三请抢答 对 好 一开始做频道 白董 做频道的初衷 是为了介绍 想让大家来认识 认识 认识什么 三个字 一样一样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零 啊 啊 因为刚有人在回答我跟你差多少 有些人说一样 啊 有人回答了 就是白话症 对对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影片 然后让大家认识 白话症的朋友 恭喜您 好 黄 仰红 好 恭喜你得到我们的小白兔工作室的 这个全单 全单板 杯垫 杯垫 在这个杯垫你可以看到我们小白兔音乐工作室 但是 杯垫是AIRS 对啊 因为这一次真的 很很难得了 因为 白董的工作室其实是开在台中 对他是特地从台中 上来 做我们这个直播的 非常感谢白董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 想跟大家讲说说 呃 因为 因为好像曾经有 有几个观众 然后他们一样是 身心障碍者 然后他们有跟我讲说 他觉得 我有给他们一个力量 就是他们觉得 我们一样是身心障碍者 可是既然你可以去 走出去拍乐器行啊 或者是到越南 跟大家来分享吉他什么 其实越走出户外 其实对于身心障碍者 有时候心里跨不出去 对我觉得身心障碍者 那个只是表增啊 我觉得表增的问题啊 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真的 你自己的心 才比较重要 你内心如果纠结的话 就一直走不出去 你觉得你真的残障了 那你就真的残了 哈哈哈 对啊 所以所以白董 其实是用乐观 还有面对这一切 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跟大家分享真的 你觉得你现在很困扰 然后你就觉得 你好像都比不赢人家 可是你要想想 有更多人是真的 比你更弱势更差的 对 好 你来来来 你说 哈哈 没有没有我被打断 我也忘了 好啦那今天啊 其实真的很谢谢白董 今天 有没有发现看到 很不一样的白董 也不会啦 就差不多的 你频道 不会讲这么多 这些 你的内心的话 怕大家觉得我们好像要催泪还是干嘛的 对啊 因为其实 你说实在我们有在聊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直播的时候 也在聊 我说 白董说 他不想要让人家感觉要需要 我因为白话症 或因为我弱势 我就需要被同情 对 其实可以 当然我们因为可能看不到 有时候说 哎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但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 我接受我看不到 所以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可是你不要觉得 因为我看不到 我觉得 他们都看得到我都看不到 不要不用这样子 真的 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 虽然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缺点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优点 要等你发掘 对啊 对啊 那今天透过今天白董的内心世界的那种分享 希望也是给很多人 现在 不管你是不是弱势团体 或者是一般的 学生也好 或者一般现在你正准备想要弹吉他的朋友 对 不要害怕 真的 因为白董也是这样子弹过来 除非你有比他更辛苦学习这件事情 对 其实 喂大家看我现在动 其实我 我后来其实有个不常练吉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我不能久做 然后 所以其实我平常很少练琴 所以你都是坦在 躺在床上练琴 没有没有 就是没办法一直拿着吉他 我有算过 我真的平常在家里 大概拿十几分钟 我腰都还是好痛 哇 所以今天做一个多小时 对 所以我后面就会比较不舒服 然后 对 所以我平常在西螺服务区 对 我在西螺服务区表演的时候 我们那张椅子是有特别舒适一点 哦 有靠背的 对 就是我可以 比较去解放我脊椎的那个 对 好啦 那 也希望说今天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 很开心就直三个可以让我来爱乐诗人 因为前面都是一些 很厉害的创作人啊 或音乐人 你也很厉害 对 可是我们弹的不厉害 对 那我觉得就是不同优势啊 那 因为我觉得 希望 你可以带来给 让大家有一些 呃 我觉得经验上的分享 或者是学习上的一些 一个范本也好 让你 让你说 原来其实 有人学习其实很辛苦 但是也还是走过来 因为因为 我们真的看谱学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基本上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按 像歌词就是要用听的去背啊 阿浦没有 我们就要想办法自己抓 之类的 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 要不要用你 惯用的YouTuber的 最后结尾的方式 要结束了 要结束了 没错 你要继续 我也是可以啊 因为我相信你还是很多歌的 我可以啊 我们在西螺被站几个小时 就是说 一直一直在递歌单 有没有 所以你是可以点歌吗 你刚一开始不是有点张学友 跟刘德宏不是有唱 哇 真的 对 街头一人就是有个特性 我们习惯点歌前面有箱子 你要把东西放进去 我们才会启动点歌模式 那个箱子专门在放这个东西呢 对这个很重要 那个一放下去 原本歌词 忘记歌词都记起来了 每次 每次我跟我前女友在上班 有时候 都忘记歌词 不是不是 然后一头下去 没有没有 有时候 因为我们唱 我们唱一整天 我们几乎是从早上 10点做到下午6点 真的唱一整天 然后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会嘟咕一下 然后发现有人一头钱 我们就 整个动力 完全 对 那个 那会因为他投50块 动力比较小吗 我跟你讲 通常 因为有时候有些客人 会投1000块 我跟你讲那时候 我们真的是 是玛丽 嗯 那个turbo 温轮都打开了 嗯 孙先生 你好你好 孙先生在跟白董打招呼 孙先生还记得吗 孙强孙先生 哈喽 我们日本代理商 我知道 我知道 哇 他说现在直播超过220个人 好多人在看 你看你多红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大家不嫌弃一个胖子 哈哈哈哈 你还想唱歌吗 我也不知道唱什么歌啊 不会啊 你OK 你唱一小段 当做一个我们的晚安曲 ending 假装一下现在 投了1000块下去的感觉 哈哈 太太难假装 要真的丢1000 他才会 他才会歌词 没有没有我在想有什么歌适合啊 那其实也一下子 让人情歌 不要 让子回头 我是个不浪漫的人 我还以为有一首歌叫 我不是浪漫的人 哎呦哎呦 是不是有感觉了什么歌 没有 哎 你想象一下现在在西螺服务区 你平常会弹什么歌 小丑 还真的会耶 你看 帮你都点起来了 都帮你点起来了 张璇的宝贝 菲玉清的晚安曲 你看 这个魂就来了 你自己选 你自己选 哎不过小丑真的不错 那 哎不是啦 哎不然不然 哎 孙先生说唱一首我听听啊 哎我觉得这样子啊 因为觉得有一首歌 其实满适合子三哥的 满适合子 哦 我来跟子三哥一起来唱 然后给大家 但是我 我也是超不会背歌词的 没关系啊 我们来唱一首属于子三哥的歌好不好 帮我开歌词 哈哈哈哈 太弱了啦 我知道你要说的那首歌词是不是 那首歌是不是叫 叫子三的歌 对 张三的 张子三的歌 哇塞 好啦我我试试看好不好 我也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哇塞 哇有感觉有感觉 哎呦 Google要Google快一点哦 哈哈哈哈 你先你先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周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好本副歌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好换我换我 忘记痛苦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继承去流浪 欢迎唱工作 后面去处去混音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再唱了 来啦 好 要来啦 来啦 来啦 我們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這世界 並非那麼淒涼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望一望 這世界 還是一片的光亮 哇 你看多強 所以還是可以彈得很好的 好不好 後面還有開挪威的森林 開起來了 我叫我小編把那個 午後KTV開起來了 來 三歌唱 三歌唱 歌詞給我關掉 來 你先唱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看一看 這世界 並非那麼淒涼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望一望 這世界 還是一片的光亮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看一看 這世界 並非那麼淒涼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看一看 這世界 還是一片的光亮 這世界 還是一片的光亮 這世界 還是一片的光亮 我知道 大家好像是李四張三 這樣也可以嗎 真的有這個團 真的 可是你真的叫張子三啊 我真的姓李啊 對啊 以後你叫李四輝好了 你叫李四端 今天的行為 今天真的很開心 對啊 就像大家講的 音樂真的要開心 然後玩音樂開心 不管是不是玩音樂啦 其實做什麼都要很開心 就算面對很多的困難 其實都要往前走 世界是很開闊的 他給你的阻礙其實 就是上天給你的阻礙 其實就是想辦法 你就是想辦法把它想成 他是你進步的一個動力啊 對啊 所以其實 今天真的很好玩啊 真的很感謝白董 而且 真的有點辛苦了 我覺得一個半小時 我覺得他的僵直性 脊椎炎真的快爬起來了 其實醫生說我的 我的發炎症狀 是一般病人的十倍 十倍 好 不要再鬧了 不要鬧了 好啦 也不會啦 就聊聊天開心 只要大家不覺得 有一條蠕動的旁人大物 我就覺得很開心 不會 你沒有很蠕動 我覺得還好耶 比想的還OK 我現在是一直有動 因為我們有動 他就不會那麼痛 那個雪芬姐說 我們可以簽一簽出道了 大小百合男生 他就不認真主 哈哈哈哈 而且剛好我們提醒也很像 我覺得有個團名更好 我覺得有個團名更好 而且應該沒有人有 那什麼團名 你也會贊同 我也會贊同 黑白無常 哈哈哈哈哈哈 哇 黑白 欸 等一下 黑白無常 你覺得我很黑 啊 跟我比對啊 啊 對啦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就跟我比應該 我現在沒有幾個人敢說他白 哈哈哈哈 欸 我其實想要讓白董下播去休息喔 是白董一直講話 哈哈哈哈 對不起啊 因為 我想讓你休息你知道嗎 但 但如果你OK 我也是OK啊 有人看嗎 其實因為一起我也看不到 很多人看 現在剛剛有沒有講220 對啊 現在應該240喔 有嗎 還增加 真的啦 真的啦 真的真的 真的啊也 對啊 很多人都說謝謝白董 很好聽 掌聲吹下去 啊 又有一首叫做 一場遊戲一場夢 不要說什麼廢禮 欸 繼續點下去 他會唱到12點喔 其實我們街頭藝人 其實有點不喜歡 人家點歌你知道嗎 那你還一直唱 就一講 我沒有給他們點啊 哈哈哈哈 唱我們自己的沒有給他點啊 有啊 那人家一講 你就唱了啊 對不對 沒有 那就是那個 好啦 如果 因為我應該算是 他們來賓裡面表演最少的 哈哈哈哈 不會啊 不會啊 好啦 我覺得 剛剛講的就是 最後讓你用YouTuber的方式 好 你的頻道的方式 好不好 好啦 然後待會兒也帶來最後一首歌 紫三哥應該也會唱 我不會唱了 我不會唱了 不要再拉我下來 你不要再拉我下來 欸 真的不會啊 蛤 什麼意思 欸 對 我要唱什麼 所以我也忘了 好 我不管你了 好 我們最後結尾 就讓這個 吉他網紅YouTuber 呃 白董做一個ending 好啦 那 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 我們這個 艾爾斯的愛樂詩人 那雖然 跟前面的一些專業的創作人 或音樂老師比我真的 真的只是 欸 雕蟲小技 然後 也希望說我們的頻道 欸 分享的東西 然後大家會喜歡 然後也可以 希望說可以的話也支持 呃 我們的這個吉他頻道 欸 YouTube的頻道 然後記得訂閱 然後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也謝謝紫三哥今天 欸 特別邀請我來 艾爾斯 來跟大家做分享 好 記得喔 好不好 欸 我設計的那個 拿過來 設計了 來來來來 對 設計 給大家支持一下 真的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欸 如果喜歡的 可以到 來 我當吉他模特兒 就是 人體吉他架 就是喜歡的 欸 可以試一下 這是 雖然我眼睛不好 但是我覺得 我設計的應該還算好看 好不好 好啦 那 欸 如果喜歡 艾爾斯的愛樂詩人 記得 帶艾爾斯的粉專按個讚 然後下個禮拜 有一個更厲害 更特別的來賓 對不對 沒錯 好 那今天的 因為我們平常都講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好 今天的直播就在這邊 那如果喜歡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是白董 我是紫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那我們的 最後 欸 你不是最後 Ending曲 欸 忘了 你剛剛不是自己說Ending曲 我忘記了 好啦 沒關係 大家也不想聽了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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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這樣了 好不好 你想到就可以談 沒有 我們就下波 好啦 好啦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直播到這裡 對 那我們 欸 我們還是稍微講一下 呃 我們還是 預告一下 下禮拜 對 很厲害 我們的 盧嘉鴻老師 是我們的 下次的直播的 嘉賓 對 那 會比今天更好看 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不要這樣 這麼謙虛 太謙虛了 都很好看 那希望 下禮拜二 因為這一次真的是 呃 很難得啦 就是邀請到白董 跟 盧嘉鴻老師 那這次其實是 算是 欸 我覺得 聊一聊了之後發現 蛤 蠻好的就是 因為 主題性很不一樣 對 所以我希望 下禮拜二 還可以見到大家 好 謝謝 我是 紫珊 我是白董 掰掰 掰掰